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把两个圆球打好之后 接着把它缠绕在一起 盲起来 这造型非常快就可以完成了 先转一颗两指幅的剪包 接着把它缠绕起来 再打一个两指幅的解泡 并且把它后拉起来 剩下的我们先留着 先留着继续用 第一个解泡我们把它打成熊二指 把中间的这个线拉下来 并且把熊二指充起来 好 主体就好了 主体就好了 两指幅的大小 接着把它器往后压 然后交叉打一个鞋 然后交叉打一个鞋 再平鞋 然后再交叉打一个鞋 这就变死鞋了 这个就把它留着 然后我们再打一次好了 让大家各位比较方便看到 两指幅 然后把它绑起来 然后再打一个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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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打好的这个鞋 然后再打一个鞋 那我们第二颗 第二颗就稍微小一点 大概1.5指幅左右 然后接着把它 齐合起来 把它转一圈 从中间穿过去 接着把这两颗 一次打两颗熊耳结 然后用三根 用三根手指头把它 转好 剩余的就不要了 那头就好了 黑色 麻烦就是把黑色 气稍微灌一些些 然后让它泄气 让它保持有一点点充气的感觉 OK 那这个点胶 它小小的一点 然后它非常的 黏性非常的强 你们可以 可以买一捆来试看看 平常我们用点胶的几率并不大 如果你越做技术性的东西 点胶就越少用到 点胶 点好 贴上去 那黏上去如果很服贴的话 它就感觉很像一体成型的 那黑色的部分呢 就可以缠着它的 边边 绕一圈 然后从内侧拉出来 接着把它绑死结 打完死结之后呢 现在剪刀剪的技巧很重要 你必须剪的时候顺便把它黏住 它就会很好看 好 这样子我们马上就快完成了 剩下的就是把它画上去 跟最后一步结合就可以了 好我们画完之后 我们的唐老鸭呢 就会长这个样子 那最后我们就把这个 我们拿 呃 法枯 最后叫做一种 把它别上去 刚刚剩余的气球的残余呢 先把它绑在 先把它绑起来 好接着呢 我们最后把它 卡在我们的 两个熊二姐的中间 可以尝试 尤其是女生 可以尝试看看 这样子的方式 带着做活动 相信应该会引起不少的话题 好像这样子 是不是很可爱呢 所以坊间所有的迪士尼 囤囤的造型 我们都可以把它用成我们的气球的方式做一个呈现 并且带在我们的头上 而且非常适合任何的派对 或者是每一个 呃 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不一样的款式的造型 那大部分 呃 这样的做法其实都还蛮简单的 那以上呢 是我们这一次的教学的视频 那我们下一次呢 会再推出 呃 桌上摆饰的 迪士尼吞吞的造型给大家哦 好我是明恩 那我们这一次的教学影片就到这边为止 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麻烦请帮我按赞并且分享给大家 更多人知道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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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